腾讯体育10月28日去,活赛今天在主场以89B10脚步迪凯尔特人,结束次连胜,遭遇赛季手办,而凯尔特人5人得分上双,取得两连胜。 哥登海沃的出战21分中拿到15分6个篮板,凯尔、奥文5中一只,有3分7个篮板5次助攻入战,杰伦布朗拿到19分,装神德拉蒙德魏霍塞拿到18分8个篮板,格里芬13中二拿到7分6个篮板。 NBA正视频直播,胡人VS马次詹黄,有望德奔朝诺天王凯尔特人VS和塞视频提醒,霍福德突分驻海沃得3分凯尔特人送国塞赛季手败比赛回顾,凯尔特人轻去国塞装神德拉蒙德跳投手开记录,活塞在开局紧要比分。 但凯尔特人10比9领先后,埃尔霍福德和海沃得分别建功,马库斯莫里斯3分得手,绿军打出13比2攻势将领先优势扩大这两位数,23-11。 加洛威跳投为活塞止血,斯坦利约翰血打成2加1,不过在收节结束时,活塞仍以21比30落后,次节开战,活塞再度再进攻端迷失。 反而凯尔特人越战越柔,莫里斯、罗奇尔等人联手掀起7-0小高潮,将领先优势扩大至17分,40-23。 以斯梅尔使逆斯跳投为活塞打破得分框,累积杰克逊3分命中,活塞将比分追至31比45。 此后,罗奇尔利用拔球连拿3分,杰伦布朗3分得手。 凯尔特人又打出1,1比0攻势将温差扩大至20分以上,而在半场结束时,凯尔特人以63比41领先,一边再战,还握得上来继续扩大分差,随后又在3分线外找到手感。 而活塞凭借着装神和布洛克的内外开弓追赶比分,活塞在150比71落后时,累积杰克逊打3分成功。 装神连头带法连拿4分,活塞打出7-2攻势将分差差缩小至16分,57-713,塔图木3分命中。 凯尔特人保持领先优势,儿子3接结束时,凯尔特人仍以84比67领先,莫结决战。 装神空中布兰得手,随后遭发归两把中一,不过凭借着莫里斯的3分和司马特的2在1,凯尔特人仍保持20分的领先优势。 而且在罗奇尔3分命中之后,凯尔特人重新获得了25分的领先优势,95-70,莫结还剩6分25秒10。 装神下场宣布比赛进入垃圾时间,最终凯尔特人以109比89击败活塞,取得两连胜,双方首发阵容。 凯尔特人、凯里欧文、葛登海洛德、霍福德、塔图木、杰伦布朗活塞、德拉芒德、格里芬、斯坦利约翰逊、雷吉吉克逊、布洛克德青。